玉树千年唐伯古道 大家看一下 这那一个蝉古寺 金碧辉煌的 但是我不懂啊 它里边是文成公主庙 不知道这两个有没有关系 蝉古寺 很大啊 特别好看 金灿灿的 我这前方就是文成公主庙 大家看一下啊 这规模还是 怎么说 还是有点小的啊 我这一路过来 这寺庙建的都很大 但是这文成公主庙 确实规模很小 非常的低调啊 真的很低调 这个呢 就是文成公主庙 这石碑后面呢 是个简介 上面写的是 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 青藏高原 极为珍贵的石刻文化 遗存啊 我们一家四口 刚刚进去看了一下 这是文成公主庙啊 然后里边呢 也不能拍这儿 然后就 这简介啊 一模一样的 里边的佛像啊 是石佛像 雕刻的 石窟 确实很珍贵啊 这里边也写了 是七八世纪雕刻的 知道吧 嗯 一千多年了 嗯 确实不错 嗯 人也特别多 嗯 现在我们来到这 寺庙旁边的商店啊 买点东西 看这雪糕 磨磨啊 很全啊 什么都有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半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露营在这 文成公主巷的旁边啊 前面它就是文成公主那里 我们就在这路边上露营 媳妇开始洗菜 这午餐肉 也是涮火锅啊 为什么午餐了 我就不爱吃呢 阿老哥 可以吧 午餐肉达到精华 装这碗的呀 还有一个碗 大蒜 花椒 自己炼点料啊 这火锅料少放一点 因为有小孩嘛 够了够了 香的很呐 下丸子 水开了啊 我们盖上盖子 稍微压个一分钟 没有气了啊 准备开锅 春日 没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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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被动 送了后人 从 好 这个蘑菇多煮一下 对 多煮 好了 好了 这个跳过来 把这个粉给下了 你说 朋友们 开始吃了啊 一家四个人围着锅 香的很辣 不错 这家明明好不好吃 好吃 吃到一半 喝点饮料 你们喝吧 来 喝这儿 孩子老婆喝饮料 我稍微喝两杯 菊花白 中华老字号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朋友们 干一杯啊 闻着淡淡的菊花味 香的很辣 烙了 我在这里就闻着那种淡淡的菊花味 很香 这小孩还是得喂啊 明明自己吃嘛 自己吃 吃的太嫩 凉了是吧 家家吃的可以啊 多吃点家家 来 朋友们 这个酒好啊 不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天快黑了 今天我们一家人就在这个 路旁边山谷之间 就休息了啊 当年蚊虫公主也是路过这里啊 就在这里休息一晚 明天呢 就进市区啊 玉树市区 大家都吃完了 送喝一口啊 菊花白 来 这个酒多喝点没事啊 第二天一点都不难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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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